爷爷的鬼屋 我们东北老家农村是个山区 解放前听说很多当年闯关东的人为了避难 都在山里盖了房子居住 房子盖在山林里都是独门独户 所以也经常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这件事就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告诉我的 他家里发生的事 我那个同学叫小冬 平时也比较贪玩 小冬的爷爷那年过七十大寿 小冬的父母带着他一块去了乡下看爷爷 小冬爷爷过去是地主 在乡下好几处的房子 那天爷爷喝了点酒 趁着这点酒意 似乎让小冬跟着自己去祖宅上去看看 住几天过几天再把小冬给送回去 小冬的父母觉得老人就自己一个人在乡下生活 也确实挺孤单寂寞的 就把小冬留给他爷爷照看几天 小冬家里的祖宅放在过去也算得上是豪宅了 因为东北大多数房子盖的都是那种所谓的板家泥的房子 而小冬爷爷家里盖的却是木制的冬暖夏凉 要说老人看孩子呀 其实属于是比较骄惯的 小冬的爷爷虽然把小冬留住了 但是毕竟喝了点酒 小冬的父母走了之后没多久 小冬的爷爷就睡着了 而小冬看爷爷睡着了 自己也没什么事 就躺在床上拿出故事书看 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 老房子里是那种暗黄色的灯 小冬看故事书看得又很入迷 猛然间抬起头 小冬发现墙上的钟表已经快到十二点了 以前小冬从来没熬到这个时间才睡觉 也确实累了 于是小冬从床上爬起来 准备关上灯睡觉 但是小冬刚关上了灯 就隐隐约约看见房梁上 好像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在那儿 红衣女人长长的头发顺着房梁垂了下来 小冬奇怪地开了灯 再往房梁上看过去 却发现房梁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小冬认为是自己看故事书看得眼睛太累了 于是关上了灯重新又躺回了床上 墙上的老实寡钟刚好当当当的敲了十二声 正好是午夜十二点了 小冬在床上听见钟声 想翻个身 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动弹不了 可怕的是 他睁开了眼睛 发现那个房梁上的红衣服女人又出现了 而且那个女人这次也发现了小冬在看着自己 女人转过头了 面向小冬 并且慢慢地逼近她 仿佛想要看清小冬的脸 但是在小冬的眼里 这那是一个人脸 虽然长长的头发又黑又长 但是这张脸上一片惨白 五官都没有 只有一张大嘴 而且整张脸还在不断的起伏变换着 小冬想大叫 但是声音根本就出不来 这个恐怖的人脸 已经近得快要亲到小冬的时候 小冬晕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冬才醒了过来 后来过了很久 小冬才知道 那天晚上晕了过去之后 他连续昏迷好几天 还发烧 小冬的父母带着小冬跑遍了县城的医院 所有的医生都说不知道什么情况 过了好几天 小冬的舅妈 找了个农村跳大神的神婆 来看了看小冬 神婆说呀 小冬这是撞了鞋了 神婆又去了小冬家祖宅 看了看神婆去看了之后 对小冬的爷爷说 房梁上边有不干净的东西 要是不干净处理的话 后续还会有人撞邪 而且不只是小冬 有可能小冬全家人都会被拖累 被牵连 为了怕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 小冬的爷爷狠了狠心 找人来拆掉了祖宅 拆下来的木头全都锯断了 送到了附近的工厂里当燃料 说来奇怪 小冬家祖宅拆掉当天 小冬自然就醒了 也不烧了 很多年以后 小冬才知道 原来祖宅在当初修建的时候 是小冬爷爷的爷爷盖的房 建房的时候 因为房梁太高 一个长工不小心 在房梁上受了伤 差点摔死 于是小冬爷爷的爷爷 就赔了些钱 给他做治疗费 但是这个长工家里也是太穷了 并没有用这些钱去治伤 只是简单的处理一下 就继续去工作了 结果没几天 这人就死了 而这人家里的老婆孩子 因为无依无靠 也是没过几天 就跳河自杀了 从那之后 这个祖宅 晚上都会出现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 也荒废很久了 不过 自从房子被拆掉之后 小冬家里 也就再也没发生过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好了 家人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